印度新冠肺炎疫情越来越严重 5月1号宣布新增确诊病例就突破了40万例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5月4号开始 只要你是有印度旅游史 包括转机的人都要入住集中检疫所14天 期满必须采检 印度新一波疫情被认为几乎要失控 死亡人数突破21万 整个国家的医疗体系 已经无法应付不断新增的庞大病例 世界各国都很关注 印度之前发现双重变种病毒 这个病毒株至少在17个国家出现踪迹 而现在又传出有三重突变病毒 传染力更强 可以逃避削弱人体对病毒免疫反应 在印度传了一段时间又突变一次 所以它就相对于原来的 它就叫这个叫第二重的突变 叫双重突变病毒株 问题是这个病毒株 目前的疫苗对它有没有效 目前的猜测还是有效 因为它突变的位置没有突变在那个 跟我们受体结合那个地方 因为病毒最重要还是那个跟受体接触那个部位 那个部位一突变掉疫苗就比较会失效 感染科专家黄利明认为 目前看来各国的疫苗对这个病毒株应该是有效的 只是问题出在有没有足够的疫苗量能支撑住 印度自己也急需施打 印度疫情严峻 美国在4月底颁布旅游限制 禁止14天内到过印度的非美国公民入境 而在台湾的印度人每天都很担忧 我父母还OK 就是年纪大 然后两个老人住在那边就还是会担心 所以每天我跟我妹妹一定会跟他们通话 然后有需要的东西 我们就是上网帮他们订 政府也是不是中央政府去管制这些措施 变成说是州政府 每个州做的不太一样 所以一个人从一个州到一个州 有些州做的比较严格 然后有的比较松散 然后刚好碰到一些印度的节庆 那大家想说应该还OK 所以就去参加了 所以各种原因聚集在一起 来台湾30多年的李梅君是资深口译老师 上次回印度已经是2020年的2月 他说已经听闻好几个认识的人因为疫情过世 民间也有在筹资金 然后另外在买一些制氧气 还有氧气筒 甚至口罩这些东西 然后有台湾的海运公司也愿意协助 就是免费运到那边 可是那是海运 那个也要比较多时间 所以我们真的希望如果有空运公司 也可以愿意协助的话 就是东西比较急迫需要的可以先到 他和其他在台湾的印度人 努力想将医疗物资送到家乡救援 印度这波疫情来势汹汹 医疗资源崩溃 而这也是全人类的冲击 只要主要未雨绸缪 因为印度是世界药厂之称 他的这个学民药占世界第二位 第一名是美国 美国有四成的学民药是从印度进口 那你想想看 这四成 那印度没有了 他们要从哪边 所以说大家可能都会抢原料 包含大家说现在原料可能是 中国大陆是除了印度以外 中国大陆是最大宗 那如果现在不未雨绸缪 我们可想而知 半年 这个疫情如果是在烧到这个年底的时候 我们的药品的库存 其实这个是极极可 台湾得尽快盘点药品 不能慢半拍 面对疫情 各国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 做好准备伸出援手 不能置身事外 TVBS新闻客战所王一杰推不到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